為什麼?為什麼? 哎呀!哎呀!好大力啊! 幹真的超虧的! 我正在提示欸我的天! 我還是蠻扯 啊! 更新後的M8強度究竟如何呢? 老樣子我們先把結論放在開頭這裡 首先夥伴們要先了解到 M8是一台常駐池的金車 所以無論它再怎麼增強 以相同改度來說也絕對不會有限定池金車的強度 但對於拼命玩家來說 限定金車根本不可能追求ECU 尤其是極限組的限定金車 通常就只會抽個0階或1階而已 這時候常駐池的金車 就很有可能成為你爬分的主力 因為他們的ECU看的都是緣分 所以只要你與M8有緣 即使你是個無可玩家 都很有可能已經有3階以上的ECU 這時候它就會是你的爬分主力車 那說回M8強度的部分 M8更新後就是一個再也不會發病的後驅車 甩尾過彎超級絲滑 而且不怕紅飄 非常適合喜歡全油門紅飄過彎的車手 但以滿街滿改來說 整體性能我認為略輸GT一籌 不管是過彎還是直線賽道拼級速 GT還是稍強一些 而且M8是一台成長值較高的車款 所以零接不推薦培養 很容易輸給滿街滿改的紙車 建議有ECU兩間以上的時候再進行培養 那M8是一台長車 所以就不要再問我關於 底盤調教的問題 這裡附上兩組推薦的改裝密碼 第一組21232 平轉超級穩定 刷尾動態也恰到好處 容錯率極高適合實戰使用 第二組23232 加速與極速都會稍快一些 但平轉弱化 想要走外內外路線會有點吃力 那因為蹭牆過彎不需要走外內外路線 所以使用這套密碼 跑出來的全數會更快 適合理想跑法的玩家 與刷技師賽的時候使用 接著讓我們看幾個實戰的畫面吧 哇哦 哇哦 平轉很穩耶 這個下坡 就可以看得出一台車平轉到底穩不穩 這就是中性胎的瑞麗 甩尾失控時 記得反倒方向盤 穩住車身 是確定不穩 disossa 頻道不穩有名可 一定能不能贏得這場比賽 加油 我們第一勝利就差一步了 差幾秒啊 天啊 我們跟滿街滿街的拉法 差了大概快五秒 要是這張圖 看大家有料嗎 不錯啊 一個常駐池來說 蠻好的 我前面這台是滿街滿街的P1 當然你那個 常駐跟限定的 這個差距本來就存在 就是沒辦法 OK 我說說什麼了嗎 不是真的有差距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 幹為什麼系統要這樣派我 現在就是被改得很好開啊 你真的要說比上限的話 他當然比不過那些限定車 可是作為常駐池的車子來說 好開 然後 強度也及格 要比彎道的GDP沒在卡 所以我們還能比什麼 比直線 比直線也輸耶 你看我都已經急速較準了 然後 MOMO那台GT才兩階 25階 你看那個直線 有一點便宜都占不到了 很詭異 然後你說更長的直線 可能稍微有點拉開對不對 這個問題是 他那台才兩階啊 還是說 那個 GT的成長值太低了 兩階跟滿階差不多 裡面還是有很大差別 哇你看 兩階滿改的 極速屌虐我 掰掰 我覺得就是一台好開的 常駐金車啦 真的好像不能苛求什麼 那麼夥伴對於新版M8 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歡迎在評論區一起討論 離開前不要忘記點讚加關注 我是水達 感謝您的收看